在一众八五花中,杨幂和赵丽颖算是人气顶尖的两位,不过两人基本没有在一起拍过戏。 近日有网友爆料,杨幂和赵丽颖将在一起出演冯小刚导演的双女主戏《盲人吕舍》,并晒出了故事梗概。 杨幂在戏中饰演一名后天师生的盲人吕舍老板,而赵丽颖则会出演吕舍中最为年轻的客人。 虽然杨幂和赵丽颖出演对手戏会非常精彩,但很多网友都对这个消息表示了怀疑。 他们认为杨幂和赵丽颖王不敬王是断不会合作的,而且若真的要合作双女主戏,那么肯定又免不了一场四番大战。 早前也有消息称,陈小和王一博要合作双男主戏,两家的粉丝已经因为翻位撕了一场,陈小被怼没有流量也没有实际,而杨幂和赵丽颖两家的粉丝本身关系就不算太好,如果真要争翻位的话,肯定会闹得特别难看。 想必很多剧方正是因为正义点,所以才会避免让这些人在一起拍戏。 不过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,还是很期待有实力的八五花在一起拍戏的,而且若真的是冯小刚这个级别的导演进行导戏的话,一定差不到哪里去。